我現在就是青衣 因為是新地天水圍的Valley Simpson Space之外 其實這一區都有一個新盤即將推售 就是弘安地產發展的惠南 這個盤是一座320個單位主打開放式和一房單位為主 其實它最大優勢就是可以看到整個南巴勒海峽 和遠眺丁九橋 所以其實它的景觀是最大的賣點 我又儘管來和大家實地考察一下 這個位於遼土路的樓盤惠南 前身只是青衣近長宏村的一個小巴站 地盤面積0.14公頃 為了加快住宅供應 政府改緩為住宅發展 弘安地產以8億6千多萬頭燈 地盤面積14000多呎 按最高可見樓面10萬2145呎去計算 每尺地價8491元 成為青衣最高地價的項目 說它的景觀是最大賣點 因為它的位置在半山之上 亦都可以預視到位置相當掉腳 我現在就在青衣城 其實都是青衣最中心的位置 究竟要去惠南要多久的時間呢 其實穿過前面青衣城二旗 外面應該會有一個巴士站 都會有巴士可以去到惠南 坐車要坐多久呢 我儘管和大家實際一下 如果由外區回來 譬如在荃灣 都會有巴士可以去到總站 因為惠南以南 就是長宏巴士總站 這裡有四條接駁巴士線 和兩條專線小巴 可以去到青衣站和荃灣等等的地方 只是聽一些青衣居民描述 部分巴士線就要繞合青衣才到尾站 所以回家也需要時間 我剛剛坐了一輛248M的巴士 是過來惠南這邊 在長宏巴士總站下車 沿途我會經過長安村 調峰園和長亨村 才來到長宏巴士總站 前後大概用了8分鐘左右 是否方便呢 其實很見仁見智 不過因為位置相對吊腳 所以才突顯到那份寧靜 所以有得必有失 全盤就是這一座物業的惠南 分前後兩排排開 看得出景觀最優質的單位 就是面向南巴勒海峽方向 雖然樓盤的關鍵日期是2022年12月31日 也就是說樓花期是17個月 但從航拍片 我們都看到地盤已經有初形 樓向北面透過前面山景和青衣北岸公路 可以由上而下俯陷整個南巴勒海峽 最遠可以望到青山公路丁九段 被視為全盤的一線景觀 但值得注意 向北加上半山之上 所以冬天都未必好受 冬天的時候可能會比較冷 大家又有心理準備 當然現在夏日嚴嚴 烈日當空 不敵漢都偷笑 至於如果未能看到海景 其他座向的單位就會更順悉 其實這條小巴站對著這邊的位置 就是惠南以南的位置 其實它的方位上高 就是望向南北海峽方向 向北的方位會優勝 但景觀就會輸遍一些 輸遍成怎樣呢 其實滬南以南 其實你會看到它對著長弘村 長弘村 其實你會看到公屋 其實都是24至25層高 所以其實惠南是高中低層 向南的方向 其實都不會有什麼景觀可言 東那邊又會是怎樣呢 東其實情況會好少少 因為東面 你會看到它會看到一家行校 叫做聖工會河澤雲小學 遠一點那邊有一幅 政府機構及社區用地 勉強警官會比向南方位好少少 雖然地價貴 但因為發展商都以蚊營職主打 主工是203至215呎開放式 一共有252房 佔全盤7成9 還有28個256至257呎一房單位 雖然都有助壓縮銀碼 給予上車客 以區內最一線的營聚半島 又或者浩徑灣為例 現在平均尺價高見17800元 即使惠南開出更貴的20638元尺 但入場費都是400萬以下 我們稍後都會按樓盤的開織 做簡樓建議 大家可以留意我們的官網 Witchatpop.com.hk 即是如果你真是放眼自住 我又會建議你留意一下 惠南的配套是否真的足夠 即是想去超市 又或者想買一些日常生活用品 再問附近公屋的配套是否真的夠方便 我又和大家實測一下 我現在就由惠南走到長弘邨 這裡有一個長弘商場 但這個商場不算很大 不過也算是有718街這些應付民生所需的商店 其實我相信走多5分鐘去長亨商場的選擇 應該會比較多些 當然最直接就是去青衣城 會藍這個盤先跟大家說到這裡 大家如果對影片有什麼問題 都可以留言告訴我們 記住訂閱我們胡說樓市YouTube頻道 按旁邊的小鈴鐺 下星期有新資訊都可以通知到大家 下次再見 拜拜 觀看